五天前报道 带了金钱背后的故事 我是杨时光 好我们先关系到 这个周一全球市场的变化 因为台北股市今天过高之后 快速的拉回 特别是很多流动性低的高价股 从纺织股的卢宏 到这个电子股的平盖股 都出现开高走低的大跌 为什么 我们看到第一个 这个人民币在结束11年价之后 今天创下了6年多的一个新低 那另外油价则是正式过前高 已经逼近纽约千元有52块美金 所以全球面临一个更大的一波洗牌 为什么人民币在SDR纳入之后 用极扁的态度 来面对市场的一个期待 而油价突破 又跟整个俄罗斯的普丁 最新的地缘政策 跟国际角力有关 好除了这个油价跟人民币 分别创高跟创低之外 我们要观察到 在昨天公布的诺贝尔经济选讲 这个诺贝尔经济选讲 其实非常有含义 因为他用契约理论来获奖 而且是跌破了市场的预期之外 我们知道罗贝尔经济学奖 常常能够符合时事 解决当前的问题 然后相关的研究跟论文能够得奖 到底为什么这两位 冷门的经济学家能得奖 他们讲的企业理论 完全符合现在QE下的一个状态 所以这次能得奖 是不是对于QE目前面对 企业投资不足 能够得到一个完整的解决方案 从企业理论当中 企业理论当中 契约理论当中也看到一个问题 读完这个你会知道 下次你去拜土地公 你要烧多少纸钱 下次你去行天宫拜拜 你去农山寺拜拜 你要烧多少纸钱 你要花多少钱点天灯 为什么契约理论都可以给你完整的解答 我们今天这边起来三位来宾 来一起讨论 这个经济学奖 它的实用性 跟我们日常相关 第一位请教师 台大卓议教授 玉女正 玉老师 第二位请教师 居后方总主币 邱章 邱博士 好 第三位请教我们资深台者 丁万民 紙钱怎么烧 天灯怎么点 都跟诺贝尔经济学奖 这次等下有关 怎么有关就不知道 带您了解金钱背后的故事